简直是太火爆了 郭艾伦右路突破对抗下 顶开个招宝上篮打击 随后对着球迷做出回忆 郭艾伦只要一拿球 就遭到山西球迷空虚 造成郭艾伦情绪极度兴奋的原因是因为 在上一回合中郭艾伦防守张宁时 张宁进攻时有挥肘动作 裁判却吹了郭艾伦防守犯规 郭艾伦不满判罚起身就和裁判抱怨自己的不满 不料被裁判吹了一个技术犯规 这次判罚就是导致郭艾伦和现场15000名山西球迷较近的导火锁 除此之外战火也是蔓延到了观众集议 山西球迷与辽宁球迷也是互标活萃 场面十分震撼 最终郭艾伦也是拿到了十分震撼